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港人港地的執行總編輯許兆基 七國集團G7峰會 今天起一年三天 會在日本廣島召開 之前傳得沸沸揚揚聲稱峰會後 這幾個世界主要的工業國家 會發表反對中國所謂經濟脅迫的聲明 怎知話音普落 每日兩個行下一棄 聯手推動應對中國挑戰的國家 就可能遭遇到挫折 最新有消息傳出 歐洲國家希望尋求獨立對華立場 奉會後雖然會發表首份承諾集體應對經濟脅迫的文件 但據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文件是不會點名批評中國 而G7也不太可能在供應鏈合作 減少對華依賴之外 就其他新的經濟安全手段達成協議 如果純粹報導內容準確的話 毫無疑問 是大大力地刮了美國總統拜登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這兩個反華政客的一巴 綜合多個傳媒的報導 之所以要出現這樣的情況 傳因為與會的歐洲國家甚至日本本身 監禁與與中國深厚的經濟聯繫 大家對美國推動限制來自中國的投資均有所保留 其中德國就被指不認同需要廣泛限制來自中國的投資 僅尋求針對特定行業作規定 另外亦有報導引用發新社的消息 指一名法國總統顧問說 今次的G7並不是一個反中國的G7 甚至直言 峰會將會向北京傳達正面的訊息 也即是G7準備好 在談判的前提之下與中國合作 當前的情況已經非常明確 所謂的七大工業國一方面非常害怕被中國超越 但同時又不捨不跟中國做生意 場面非常尷尬 G7明明有很多事可以做 亦有很多事需要談 但總是對中國念念不忘 開口埋口都是中國 這幾個曾經領導世界的工業大國前景堪遇 其實之前已經在節目講過 今日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亦都是全球重要的製造業基地和市場 中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 207個工業中類 666個工業小類 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 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產業門類齊全 基礎設施完善 再加上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科技 和專業技能人才隊伍 中國製造四個字 已經成為了全球不好或缺的品牌 G7國家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千絲萬縷 關係緊密甚至可以用掀一發而動全身 亦不為過 在這個前提之下 法國和德國等相對而言較為理性的國家領袖 自然亦不想被美國和日本牽著鼻子走 況且大家應該還記得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月訪問中國後 隨即表明 歐盟應該減少依賴美國 並且警告不應受美國節奏和中國過度反應影響 被捲入台海危機 馬克龍這一番話發表後 隨即在國際社會引起極大迴響 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理斯米歇爾 其後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 亦都支持馬克龍的說法 說對方並不是孤立於歐洲領導人之外 吳他說 雖然馬克龍是以法國總統的身份發言 但他的觀點反映了歐洲領導人的觀念轉變 米歇爾又說 與幾年前的情況相比 歐洲的戰略自主性有了非約式的提高 而對於與美國的關係 一些歐洲領導人 雖然不會像馬克龍那樣公開表態 但他認為相當多的人 真的像馬克龍那樣思考 米歇爾還補充說 與美國的聯盟確實讓歐洲國家存在著巨大的依賴 但是如果因為與美國的聯盟關係 我們就將所有問題都盲目地 系統地遵循美國的立場 那就錯了 米歇爾在訪問中 沒有明言哪些歐洲國家的領袖 和馬克龍一樣認為不應該過度依賴美國 不過實在有理由相信 作為歐洲經濟巨人之一的德國 他的總理索爾茨 和馬克龍的想法應該相去不遠 法國和德國等國家希望更加自主 至於已經徹底淪為美國跟班的英國 近日也持續向中國發放友好的信息 明顯是不想跟中國的關係變得太差 繼英國外交大臣齊澤明在4月25日發表的外交政策演說上表明 英國必須與北京保持接觸 強調不會應一些人的要求孤立中國 因為宣布開啟新冷戰和孤立中國 是違背英國國家利益和錯誤之後呢 英國首相新偉城也收回去年競逐保守黨黨魁時候的承諾 宣布不會關閉國內的孔子學院 更加直言禁止孔子學院在英國運作是不合理 但正採取行動撤銷對孔子學院任何的資助 金融時報也都形容 新衛城今次出意反意 是試圖改善中英兩國關係的最新跡象 5月16日聯合國發布2023年 中期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 顯示在通貨膨脹利率上升和不確定性加劇的情況之下 全球經濟強勁復甦的前景仍然暗淡 根據該份報告 世界經濟預計在2023年增長2.3% 在2024年增長2.5% 注意G7非常關心的中國 今年經濟增長率上調為5.3% 美國就上調為1.1% 歐盟經濟預計將會增長0.9% 看完上述的數據相信大家也會明白了 為何主要歐洲國家都不想跟中國鬧得太僵 打鐵還衰自身硬 中國早就不是需要養人被息的弱國 而是一個以自信的姿態 立於世界舞台的負責任大國 如果實力不夠 市民歐洲國家還會對中國客客氣氣嗎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